这里是菲律宾马尼拉市最大的穆斯林社区 而就在去年爆发马拉威战争的时候 大概是有200名来自马拉威市的居民搬到这个地方 包着头巾的妇人拿出去年7月 她从马拉威市飞往马尼拉的机票 去年马拉威战争迫使她带着小孩离开家园 另外还有刚怀孕就得逃出马拉威的另一名妇人 现在小孩都10个月大了 和他们一样分散在菲律宾各地流离失所的马拉威居民 高达了36万人 时间回到2017年5月 效忠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占领了马拉威 引发了5个月的军事围攻以及毁灭性的空袭 10月底菲律宾政府收复马拉威 但却有一千多人因此失去了宝贵性命 如今战争结束了 要怎么重建这座穆斯林城市 成了最棘手的问题 福利宾总统杜特利上任以来 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而接下来将进行的马拉威重建工作 预计会有5间的中国公司和本地公司一起合作 这花费的金额高达了15亿美元 我们想要跟我们同国同样的朋友 我们想要跟我们一起的朋友 在根本上是相关的利益 没有击聚在一起的交易 当然如果如果有相关的投资计则 我们可以做的 菲律宾不再选边站 哪国对非国有利就和哪一国好 随着中国大举投资菲律宾 中非两国关系更紧密 虽然最近的南海争议 又让两国陷入有点 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 但整体来说并未相害两国友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当地媒体人日前撰文指出 杜特地引入中资重建马拉威 恐怕会使得穆斯林族群更加紧张 因为马拉威原住民马拉诺人 希望重建计划 可以维持当地传统 保留文化 而不是大举聘用中国员工 孤立当地人 中国大举的交易 中国大力支柱菲律宾 也可说是另一种金钱外交 虽然有人担心中国的另类入侵 但大部分的菲律宾居民 仍然十分买单 杜特地的支持率 在第一季高达56% 而据了解重建工作 最快这个月就会展开 居民在意的 除了家园可以恢复成原来的面貌 也希望能和家人赶紧回到家中 重新过上和平宁静的日子 环宇新闻 菲律宾特派记者李中宪 马尼拉报导